台灣染疫死亡個案 累計已經突破3000例大關 5月16號首次破百例 6月9號又創新高 致死率已經跨越陳時中防線 達到千分之1.05 全然疫情逐漸走下坡 但為何死亡數經過兩週 還是降不下去 因為新冠肺炎本身的死亡 並不是來自於病毒本身 還包含發炎風暴 台灣的一個診斷高峰 直到昨天前天都還有8萬位 這種情況下的話 所造成的地人死亡效應 會造成下週可能還看不到終點 6月中下旬應該疫情會 確診人數應該會開始減少 所以我們預期呢 7月應該是感染人數會很少了 然後要有把握死亡人數 降得非常低呢 大概就7月以後 再隔1到2個禮拜就開始見了 兩週內死亡數要脫離高峰有難度 因為致死率是落後指標 反映的是兩週前確診者的死亡狀況 所以公衛專家陳秀熙建議 流行高峰後致死率計算方式要改變 有很多的其他的原因 包括快篩的使用 它的這個頻率以及檢測方式 還有各國對於輕重症 輕症無症狀的通報 它的定義都會有不同 所以這些都會影響到整個 確診人數的分母 而用這樣的分母來做我們過去這個死亡 或者是重症來處理它的這樣的一個 確診人數的分母 有些時候就會造成偏高高估 這個人口數來做這樣的分母 來做死亡率的比較 是一個最公平的比較 你的確診數跟你在跟你的發病日的時候 其實區域一致的時候 那時候這個致死率就相對的一致 所以我們會覺得 那應該要回來用發病日或確診日來看這個死亡 發病日什麼時候什麼時候死亡 可是這樣大約講說是校正回歸 陳時中認為疫情剛爆發時 確診案例才剛發病 出現的死亡人數就會少 疫情發展一段時間 死亡個案也會因為反應先前狀況 而有高高低低的狀況 是很自然的現象 無論怎麼算都有局限性 眼前關鍵還是針對高風險的兒童長者 即時診斷投藥 加速打疫苗才能讓致死率 盡速走下坡 懷疑新聞 江博林家倩 台北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懷疑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使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